卖鞋的卖瓜的 这就是东北的早事 来的太早了 6点 人还不多 7点来中人会多点 油炸糕多少钱 够了两个油炸糕 一个豆腐脑 再来一个油条 这吃 东北早餐的标配 豆腐脑里面放辣椒油 一个大果一个油条 咸菜先放碗里 早安 吃早餐喽 师哥快四年回东北 这感觉啥都想吃 这物价也太便宜了 可惜我就带了一个胃回来 感觉好像是消耗不起了 当然真的太便宜了 姑娘过十几块钱 一斤一百克 真的挺便宜的 从前来说东北的物价 对我来说的话 刚回国 刚回国确实是感觉真的是太便宜了 这蓝莓都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都是品质好的了 因为都是家乡的味道 啥玩意都好吃 哪怕是外地带过来的 我觉得都好吃 是吧 就可惜一个人回来 有的时候想吃个冷面 东北极西这嘎的冷面啥的 我都觉得就一个人吃 只能点一个菜 甚至点半个菜 基本都吃不完 每次菜差不多要打包 我不知道 如同极西的朋友们 我要回国的话 基本就是说在极西 一个星期三到四次要吃冷面 就是差不多隔一片 要吃一顿冷面 我就觉得不够 哎呀 味道太香了 特别喜欢拌面 把面搅开的这种感觉 一拎起来 牵起来感觉闹闹肠 感觉心炸出来的好 冬北的卦姜肉串 大拉皮都快吃完了 小条的 吃到盘文饼 上车的饺子 准备上车了 走了 现在你也点了啊 停开啊 现在差点一点 这是饺子 煮菜鸡蛋馅的饺子 这是那个 鸽子叫啥菜啊 油闷煎椒 油闷煎椒 红烧柚老香了 饺子饺子 下午吃的这个小海鲜 还有个豆角 蛮好吃的 那么开饭嘞 来我看看你在哪 你呢 这呢 哈哈哈 哎呀 我哥给拿个大肘子 还有一只整鸡 整鸡整肘子 就差个鱼了啊 就处于 就叫什么做席了 我在这 这个才好